最近,几项关乎华社系华文教育的政策的改变牵动了华人的情绪,包括了其中,超过30年一路来都在举办的华教议演,受到新政策的干预,无法进入校园。 学校董事部也被逼在学校外举办议演活动,大大增加各种的经费,人力,物力。 原本以为往往在学校内部,大家群策群力,一起建设共襄盛举的这个氛围呢,也彻底的被连根拔起。 这种政策的改变,如果华社认为不要紧,那么越来越多,我想针对华文教育的限制呢,它将会借重而来。 在今年8月,在一部再次提出,要统一华当小和国小马来文课程和课本。 其实这项建议早在2010年,已经被当时的内阁否决。 后来也没有被提起或执行,而今天这项建议,再一次的浮现被提出。 如果华社还是保持沉默,那华小的本质是有可能是会被改变的。 华小一直以来,我们都非常努力地在提升马来文的学习。 但是要进一步提升孩子马来文的掌握能力, 它并不是通过以为是一个简单的统一课程或者课本就可以达职的。 最近,尤大又在兴起了一波大家的关注。 这次是因为他被针对,说要被征收税务跟罚款8300万。 刚才我说,新春的拨款恰恰是8400万。 当然,这项宣布呢,让整个华社一片火燃也非常吃惊。 而其实,优大自成立以来,为我们的国家培育了接近9万名大学毕业生。 优大身为一个非盈利的组织,以非盈利的经营模式,以相对低廉的学费, 让无数来自经济能力相对有限家庭的孩子,最真能够通过这一所大学完成他们的大学之梦。 不仅在国内,也在国外各种职场发挥非常重要的角色。 因此,我认为优大的努力和付出,应该受到国家的肯定和扶持。 但税务局对优大的追税行为,让优大目前陷入一个困境。 当然,刚才我说,也令华社一片火燃。 我们要提醒税务局,提醒政府,优大并不是马华的胆场,从来都不是。 马华并没有从优大取得任何利益,反而是,优大低廉的学费, 汇集了千千万万的生生学子。 要是任何人,任何一番打压优大,他将会将优大毕入死胡同。 他将扼杀许多弱势群体,我说相对弱势的孩子们,就读大学的梦想。 他也会堵死,堵住了堵,优大卸助孩子们,完成大学学业的一个非常大的通道。